每日神话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几万年的历史 但是我所造的起初的人类早已堕落了 人类已不是我所要的人类 因此人在我眼中早已不被称为人类 而是被撒旦掳去的人类的败类 也是撒旦所居住所穿戴的腐朽了的行尸走肉 人根本不相信我的存在 也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人类只是勉强应付我的要求 暂时答应我的要求 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我同甘苦共患难 因为人对我感觉莫名其妙 所以人对我才勉强陪笑 显出趋炎附势的神态 因为人并不晓得我的工作 更不晓得我现在的心意 我告诉你们实话 到那日子 任何一个敬拜我的人所受的苦 都比你们容易 因人现在相信我的程度 并不超过约伯 就犹太法利塞人的信 都超过你们 所以若有火的日子临到 你们的日子 比那法利塞人遭受耶稣责怪 还要严重 比那抵挡摩西的 二百五十个首领所受的苦 还要重 比那所多玛毁灭时 所经受的火的焚烧 还要严重 摩西击打磐石 便有耶和华所赐之水涌流 那是因为他的信 大卫能骨塞弹琴 赞美我耶和华 而且心中充满欢喜 那是因为他的信 约伯丢掉了满山的牛羊 失去了万贯家产 浑身涨疮 那是因着他的信 他能听见我耶和华的声音 看见我耶和华的荣耀 那是因着他的信 彼得能跟随耶稣基督 是因着他的信 他能为我定十字架 有荣耀有荣耀的见证 也是因着他的信 约翰看见人子荣耀的形象 是因着他的信 看见末世的异象 更是因着他的信 那些所谓的外邦的众百姓 之所以获得我的启示 得知我已重返肉身 做工在人中间 也是因着他们的信 所有受我严厉化与击打 而得到安慰 得以蒙拯救的人 不也都因着信吗 那信我 而又受苦受难的人 不也经受世界的弃绝吗 那些生活在我化之外 逃脱试炼之苦的人 不都在世界中飘荡吗 他们犹如秋后的落叶 到处飘零 无有落脚之地 更无有我安慰之雨 虽然他们 没有我的刑罚熬练跟随 但这些人不正是那天国之外 到处漂泊流浪街头的乞丐吗 世界真是你的安息之所吗 你真能因着躲开我的刑罚 而获得那世界上的 一丝欣慰的笑吗 你真能用你暂时的享受 来掩盖你那内心中 不可掩饰的空虚吗 你能骗你的任何一个亲人 但你却永远骗不了我 因为你的信太少 所以你至今仍然找不到 活着的乐趣 我劝你 与其为肉体 碌碌无为过一生 忍受人所难以忍受的一切苦楚 不如为我真心花费半生 何必那样保爱自己 而逃避我的刑罚呢 何必因着躲避我一时的刑罚 而获得永远的难堪 永远的刑罚呢 我对人并不勉强要求 人若真愿顺服我的一切安排 那我也不会亏待人的 不过我需要人都相信我 像约伯相信我耶和华一样 你们的信若超过多马 那你们的信也就获得我的称许了 你们的忠心也就有我的喜悦了 你们的日子也必有我的荣耀了 只是那性世界 性恶魔的人心底刚硬 犹如所多马城的重百姓 眼中含着风中的沙粒 口中闲着恶魔赐给的贡品 蒙蔽了的心窍 早已被那侵占了世界的恶者 给占有了 人的全部心思 几乎全被那古代的恶魔给掳掠了 因此人类的信也就随风飘走 我做的工作人也无法去理睬 只是稍作应付或略加分析 因为人早已被撒旦的毒素给侵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